非得不好非得早餐 我是台下楼 民国大零九年四月二十一号 星期二 礼拜二的时间 每个月靠近月底的时候呢 我的老朋友 那也是台北市议员 也是阳明 阳明大学药理所的 这些的专家药学方面的 那这个的神神经药理的专家 那同时也是广告界的天王 潘怀宗就会来到我们节目 好那长时间呢 请怀宗 从有非得早餐以来 潘怀宗就一直都在 非得早餐的表代上面 不只是我 早在呢 早在赵超康先生的时代 那潘怀宗就一直在 非得早餐的表代上面 长时间为非得早餐的 听众朋友们呢 准备医学新知 都是最新的最热的 就是你很大部分的 临床的医生都不知道的 甚至于媒体都没有报道的 但是潘怀宗呢 都让你先听为快 好那今天呢 在我们线上呢 来先介绍来宾 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来宾呢 现在几乎都是 透过电话连线 在线上呢 为大家提供医学新知的 阳明大学神经药理所的 教授潘怀宗 怀宗的线上 是 小龙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怀宗带来的呢 是新冠肺炎的症状 呃 里面呢 尤其我们注意到 这次的新冠肺炎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病毒 对 这个新的病毒 当然进到人体了之后 虽然主要是表现在肺炎上面 对 主要表现在肺部感染 绝大部分也都是因为肺部感染呢 而转重症而死亡 对 可是在临床上面 不断的就说 在在病人的 病人自宿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的新症状 这些症状是过去觉得 觉得有一点 有点奇怪 有点不可思议的 当然了 病人自宿啊 有时候自宿很主观 那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是 其他因素所引起的 但是陆陆续续去听到 就是说呢 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有的说呢 会让你的 就是说呢 嗅觉味觉消失 有的甚至于说呢 会攻击脑部等等 都有 好 那这个怎么看 确实啊 这个我今天引述的呢 是2020年3月底 4月初 这么热 对 那美国科学人杂志 台湾有一个科学人杂志 对 就是向隆经常访问的李嘉维 是的 他是中文版 对 他其实是中文版 大部分是从美国科学人杂志 那边过来一些资讯 那我刚好看到的是 美国科学人杂志 那他写了一篇 很重要的文章 他就提到 就是说呢 目前很多的新冠肺炎病人 会有一种症状 叫做嗅觉味觉丧失 那么他特别 在这篇文章里面 引用了四篇的国际期刊 也就是说他 科学人杂志 不是医学期刊 他只是一个杂志 那么他的一个 这个记者 就综合了四篇 就是在3月底 4月初的国际期刊 都是有关新冠肺炎的 那么总和的 写了这一篇 所谓的报道 一个综合报道 那当然我就是把 那另外的四篇 也都拿出来看 那主要他要提醒 什么就是说呢 他说这个症状 大家因为知道 就是这个新冠 病毒这个病毒 主要是呼吸道的病毒 他大部分都是攻击 呼吸道跟肺部 所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所谓的什么X光片的 这个什么肺部的 这个所谓的玻璃状 或者大陆讲的什么 断层扫描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CT的一些影像等等的 那但是他说呢 其实这个病毒呢 也跟其他病毒一样 比如说像感冒病毒 或者SARS病毒 或者MERS 就是中东呼吸道症 那个病毒 一样他说 他也可以攻击大脑 并不是不能攻击 那为什么说呢 这个以前 比如说像这个感冒 或者是MERS 或SARS 这种病毒攻击 这个所谓的 大脑的这种情况 并不是这么常见 那么原因是因为可能 我们的抵抗力 对于那些病毒 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 一个能力把它抵抗住 而这一次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新冠肺炎呢 好像感觉上来讲 好像挡不太住 会让它攻上来 你想想看 这个病毒一上来的时候 它是不是先在嘴巴跟口腔 因为大家都说 飞沫传染 或者接触 是不是嘴巴口腔先上来 对不对 它上来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找 它最喜欢去的地方 那它事实上 最喜欢去的地方呢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 是肺部 对不对 它最喜欢去肺部 所以呢 它会想办法 慢慢的从 所谓的鼻腔或口腔 慢慢的想 往肺部的深处走 那可是它要往肺部 深处走的时候 它必须先找到什么 临时居住的地方 如果你不能找到 临时居住的地方呢 你就可能就被刷掉了 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所以就好像说 你唐湘龙率着十支部队 对不对 你十支部队不能招乱嘛 你至少要十万 一百万才能招乱嘛 那你这个唐将军呢 跑到了鼻腔口腔之后 你先找地方先住嘛 那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呢 就是先住在 比如说 有些人就开始有流鼻水 有些人开始有喉咙痛 这种就是在 在鼻腔或者口腔当中 已经产生症状了 但是这个症状是初期症状 它最后一定会跑到 所谓的深部去 产生所谓的什么 咳嗽肺部净润 有没有 玻璃状 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 它先从鼻子嘴巴 然后慢慢拓拓拓拓拓 拓到肺部里面去呢 开始大张旗鼓的生长 那意思就是说呢 唐将军原来带十个强盗兵进来 本来只是在鼻腔口腔站住的 但是没想到现在呢 跑到肺帐里面去以后呢 就变成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所以这样 当然就懂 所以他要想办法往 肺帐那个地方走 走到他最喜欢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不管人类移居或什么 他一定会移到一个水草丰润 然后呢 治合居住没有敌人的地方 他才会居住下来 其他地方他都一直跑 一直跑 那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得到 当你在粪便当中 看到新冠病毒的时候 目前早期科学家 像大陆那时候看到 粪便的新冠病毒的时候 他们并不晓得 这个新冠病毒到底能不能传染 因为我们做PCR 就是做这个检测 我们只能检测到病毒 但并不知道他是活的还是死的 所以当时粪便测到有病毒的时候 他吓到会不会经过粪口传染 结果呢 大陆是没做这个 但是其他国家做了 欧美各国有人做 就是把这个粪便拿来做分离 就里面 因为知道有这个病毒的存在 他就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培养 发现他培养不起来 原来就是说 在肠胃道的这个病毒是死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你唐香荣带了十支强盗 侵入口腔的时候 你最终目的是想要进入肺帐 对不对 那可是在中间你可能折损 因为有人会攻击你 比如说我的免疫细胞 什么可以攻击 所以你可能折损两支病毒 三支病毒 然后他就会顺着肠胃道 怎么就到大便去了 那其实是死的 他并没有活下来 真正活下来 这是唐香荣带了另外八个七个 跑到肺部去长出来 大部分的故事都是这样子 那当然最后呢 你在肺部长起来就产生问题 然后人类开始免疫系统跟他打仗 然后人类赢了 假设赢了 我们产生了抗体 把他们都杀完 那这事情就过去了 假设没赢他就死亡 反正就是故事 就是这样演的 那现在发现 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说呢 当唐香荣带着 病毒到了鼻腔以后呢 他想要顺着 鼻腔的嗅觉细胞 因为我们鼻腔可以闻味道嘛 对不对 那鼻腔的嗅觉细胞 它要攻占嗅觉神经 因为我们鼻腔 有很多那种嗅觉细胞 它可以闻味道的 那那个味道接上去就接一条 我们叫脑神经 叫第一对脑神经 它就是嗅觉神经细胞 那这个嗅觉神经细胞 接就会接到大脑的前额叶 就是你摸那个你的前 眼睛上方的额头的位置 前额叶有一个叫嗅球须 那嗅球区就是我们嗅觉呈现的地方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的身体 就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跟脑袋呢 中间有一个关卡 那个关卡叫做血脑脏壁 平常呢 所有在血液当中运行的任何东西 要到达脑袋呢 它必须要破这个血脑脏壁 你不破它出不去 也就是说好像你要进总统府 你不是要进那个宪兵的关卡吗 现在更厉害的 现在还放那个铁马 那围住 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卡车往上撞 所以现在防护的更厉害了 所以我们的脑袋也是一样 就是血脑脏壁 有个东西封住它 你要过去很难 可是 我们脑袋有几对神经 是直接出来的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经细胞 本来应该通过脊椎 然后传到四肢去 可是如果在头部的神经细胞 不用通过脊椎 因为出来最近 所以我们就会从那个 你们看那个骷髅头 它的眼睛有动 耳朵有动 鼻孔有动 有没有 有看到嘴巴有动 所以因此我们有12对脑神经 是从这个所谓的 整个头盖骨的这些洞 跑出来的 所以因此鼻腔这个地方 有第一对脑神经 就是专门是闻嗅觉 所以如果病毒感染的 这个嗅觉细胞 在顺着这个嗅觉神经 它就可以往上走到哪里 走到大脑的嗅觉区 到嗅觉区之后呢 它就会感染整个大脑 所以因此我要讲的 这个理论就说呢 这个目前科学家 目前科学家 那美国科学人杂志 是做了整理 当然不是他们发现的 但是现在的科学家 发现就说呢 当有病人嗅觉 味觉丧失的时候 它是表示这个病毒 已经感染了这个嗅觉细胞 它感染了嗅觉细胞 好 那感染了嗅觉细胞 那很多人都会讲说 你感冒也可能 产生短暂的嗅觉上 这个没有错 有些人感冒也有这个症状 因为感冒病毒 同样也会感染这个嗅觉细胞 可是问题是出来 就是说呢 我们很少看到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感冒病毒呢 像这个所谓的 新冠肺炎病毒一样 死人就是呼吸不上来 然后死掉 比较少嘛 对不对 通常都是激发性细菌感染 或者什么 那个另外一回事 而且它死亡率也很低 大概这是千分之零点一 或者什么 可是现在目前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非常高啊 在亚洲可能3%5% 可能到了欧洲 可以高到8%9%10% 非常高 所以因此他们认为说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感染的这个嗅觉细胞之后呢 它会顺着这个嗅觉神经 感染脑部 那感染脑部之后呢 因为我们脑部 你知道我们有个脑干区嘛 炎脑你知道吗 它是负责心跳跟呼吸的嘛 你在生命中中枢了 对 你讲的太好了 所以因此他们认为 新冠肺炎病人最后死亡的 比如说心脏产生骤停 或者是肺脏吸不上气 他们认为不是单纯的 只是肺部的净润而已 他们认为是共同产生的结果 就是说病毒攻陷脑袋里面的 呼吸中心 使得我们控制呼吸的 自主性产生的伤害 再加上肺脏的净润 而共同产生的死亡 所以因此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跟我们以前的想法 不太一样了 以前的想法只是关注在肺脏 他没有关注到中枢神经 不过这是推论吧 因为那到底是 到底是两个哪一个造成的 或者是共同造成的 这个有比较扎实的 临床科学的证据吗 对 好 那你现在要讲这个东西呢 那就要引用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科学证据了 那么他现在目前呢 就是他引用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呢 这个是当时就是SARS刚过 过了以后呢 科学家不是就有SARS病毒了 对不对 那他呢就是知道呢 SARS病毒跟所谓的这个 新冠肺炎病毒 通通都是会循着 ACE2的这个接受体进去人体 所以因此呢 他们有研究就是说 这个ACE2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接受体 就是病毒能够跑上 人类细胞的这个阶梯呢 除了在肺脏很多之外呢 其实在脑袋也很多 在脑袋非常的多 所以因此呢 这是第一个证据 就是说当这个病毒 能够攀进人体细胞的 这个受体很多的时候呢 就表示他有非常高的机会 会进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呢 他把这个老鼠啊 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ACE2的这个表现的神经细胞 因为他这个老鼠可以做基因改造 他把这个老鼠呢 神经细胞呢 把它结成就是人类 有表现ACE2的神经细胞 因为这个老鼠啊 本来特别 他的神经细胞上面 应该都是有老鼠的细胞 可是他现在把这个人类的 ACE2的这个这个这个蛋白质呢 表现在老鼠的神经细胞上面 然后呢 把这个老鼠呢 拿来感染SARS病毒 拿来感染SARS病毒 而且感染的时候呢 就是从鼻腔的嗅觉细胞 先感染 或者这味觉细胞 先感染 感染以后呢 他就发现说呢 这个病毒可以沿着这个 这个神经啊 就吃进大脑里面去 这个是确定的 因为他这是动物实验 他可以做切片 他可以观察 然后他发现说呢 这一支病毒 像刚刚我提的故事一样 就是说这个病毒 感染的鼻腔 对不对 在正常来讲 是不是应该吃进肺脏 对不对 应该是吃进肺脏 是的 结果没想到呢 他这一支病毒呢 他是吃进脑袋 他吃进脑袋 然后呢 结果呢 这个老鼠死的时候 这个呼吸不行啊 呼不上去死掉 有他们做切片的时候发现 肺脏的病毒 其实没有多少 脑袋的病毒 反而一大堆 造成呼吸衰竭 这样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现在这一支病毒 到底是往肺脏走 还是往脑袋走 当然这个 我没有办法 帮你预测 但是他 就是说这边 这几篇文章告诉他 就是说呢 你不要认为 他只会往下走 他也可能往上走 我想我们不是说 他唯一 他是有可能往上 也可能往下 那到底为什么 他会往上 为什么会往下 我觉得 我个人读起来 我觉得跟免疫系统 有关系 你免疫系统 如果挡不住他 他就往上走 他如果挡得住 他可能就是往下走 就完全看 哪边部队 你知道吧 你比如说像那个 太平跟天国在打仗 他不是攻陷的南京吗 攻陷南京 其实那时候 他们有率一支部队 往北打 你知道吗 那在北部被挡住了 你知道 所以后来又退回来 你知道这个故事吧 我知道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整体来讲 就是说呢 他要往哪边走 完全看你挡得住 挡不住他 那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两个人决定的 这每一个人身体里面 他的免疫系统 是怎么动作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 简单讲 科学家告诉我们说 他是有可能 循着嗅觉神经 往中枢攻的 而且在老鼠里面 从所谓的SARS病毒 他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后来不是有 中东呼吸道症候群 有MERS病毒吗 MERS病毒他们也做了 发现也可以攻进去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些病毒 那如果你要来看 新冠病毒 但新冠病毒 他们现在正在做 因为新冠病毒 最近才出来不到 一个月两个月 那他们现在也 因为之前的经验 告诉他们 SARS会这样子 MERS会这样子 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 在做新冠肺炎病毒 看看是不是也同样的 会按照老鼠的模型 攻击里面 那他们认为 一定有可能 原因是因为 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说新冠肺炎病毒 在ACE2的结合力 是SARS MERS的10倍 这个你知道吗 因为科学家 所以为什么说 目前来讲 新冠肺炎病毒的 传染力这么强吗 因为你像当时2003年 SARS的时候 我们那个疫情 就局限在亚洲吗 欧美都没有吗 基本上都没有 但是这一次 整个全世界爆发开来 现在都已经200多万例了 所以显然看起来 新冠肺炎病毒的 传染力是比较高的 那传染力比较高的原因 那科学界目前 当然有很多讲法 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 它结合在ACE2的 这个结合力 是SARS跟MERS的10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10倍的 一倍都能够攻进 中枢神经的话 那10倍当然也容易攻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证据 就是发表在 所谓的Journal of Virology 就叫做病毒学期刊 那么是由 爱荷华大学 叫Iowa University 的免疫学家做的 叫博尔曼教授 做的一个实验 那另外呢 在2020年3月13号呢 也有一篇期刊呢 就是叫做 Neuroscience 叫神经科学期刊 那么它的这个 通讯作者呢 是巴基斯坦 阿杰汉大学的研究员 麦南 那么他呢 是直接就是 研究这一次的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人 他是研究一些临床案例 那么他发现呢 就是说呢 他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呢 会在口腔跟鼻腔当中呢 会占据这个所谓的 味觉细胞跟嗅觉细胞 产生发炎反应 那么他认为这个嗅觉 丧失跟味觉丧失 就跟这个发炎反应有关系 因为他说这个发炎反应 会造成短暂的 嗅觉味觉丧失 那么记者当然就会问他说 那请教你 那他这个味觉 嗅觉会不会恢复 这个就是账上存在 在那个疫情指挥中心 被问的问题 那么同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巴基斯坦这个 这个教授也被人家问了 那么他说呢 依照他的了解 就是说那要看免疫系统 有没有打赢这场仗 如果假设免疫系统 打赢这场仗 他说一般像感冒 对不对 他大概七到十四天 就会打赢 一般我们感冒 是不是就是两个礼拜会好 他说你 你如果打仗打赢了打好了 他说这个嗅觉味觉是会恢复的原因 是因为他说他并没有把这个神经全部吃坏掉 那但是他说如果你打输了 你比如说你让他 寻的这个这个嗅觉神功进了大脑 那那等于算是他把这个神经全部吃光了 因为他沿着神经上去 你知道这个强盗所到之处啊 满目苍蚁嘛 你知道这个意思吧 就像以前那个那个那个蒙古大军 只要攻陷城墙 不是就把人家都杀光吗 所以他如果攻进去以后呢 那么造成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吃进去了以后 他说那他就另当别论了 所以他说完全看你打赢或打输 那简单看起来就是说以前感冒 打赢的机会呢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 我们我们很少看到一般感冒 被病毒攻进脑袋 或者被病毒攻陷肺脏 产生呼吸不顺死亡的 可是现在目前新冠肺炎病毒就非常多 那目前就是我刚讲的 在在亚洲三到五趴 在在欧洲还可以八趴九趴十趴 那这个不得了 这个比例很高啊 高了好几百倍啊 那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说认为就说 他现在目前看到这个情况 如果你打赢的 比如说轻症的百分之八十 那嗅酒位置就可以恢复 但是你如果没打赢 或者被他这个神经吃掉很多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恢复了 我在这边给香隆举个例子 你就懂了 你知道颜面神经麻痹吧 颜面神经麻痹 当然很多人得到你知道吧 有时候感冒就会啊 对那就是病毒感染的 所谓的我们的这个颜面神经 对不对 那他感染颜面神经的时候 这时候是不是我们的煤系统 跟病毒打仗 所以你短暂颜面神经麻痹 如果你很快打赢 是不是颜面神经麻痹会恢复 对不对 你是不是看到很多人 因为颜面神经麻痹 后来恢复成正常的 你看过吗 对不对 原因就是说 你病毒跟免疫系统打仗 你很快打赢了 把病毒从颜面神经 驱除出去 所以颜面神经并没有全部死光 他又恢复了部分 然后他就正常了 所以那如果说 你的病毒吃进去很多 比如说 完全把神经吃坏了 他就不能恢复 所以我们也有部分 我想你也很清楚 有些人 他颜面神经麻痹 是没有恢复的 但是那个非常少 对不对 好 那同样的 你就拿到这边来看 就是说呢 如果说 他的感染 是会赢的话 那他就会恢复 如果打太久 我一定要打太久 也不会恢复 因为你打太久 伤害太大的话 他也恢复不来 所以因此 简单讲 如果你问嗅觉 味觉 他如果丧失的时候 我要强调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说呢 他会不会恢复 我们的答案是 通常会 因为80%的人 是轻症嘛 对不对 所以通常是会恢复的 大概7到14天 是会恢复的 这个回答是对 但是第二 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因为如果他的免疫系统 比较弱 他被吃掉 神经比较多 那他可能就 没有办法完全恢复 或者长期不能 你知道有一个SARS的护士 那时候才20几岁 现在一直都闻不到 你知道吗 对 所以那就是很少的案例 那你如果没有打赢 他就不会 这是第二 第二个结论 还有第三个结论 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弱到 让他攻进中枢神经 攻进大脑的话 那不得了 这就会变成重症 他就会变成是 送进加护病房 要进行插管 要用什么液克膜呼吸机的 重症病人 所以显然就变成说 如果他能够感染嗅觉 跟味觉神经细胞的话 他就有三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 7到14天恢复 你每细胞全部打赢 第二个是 你没有完全打赢 造成神经细胞受到伤害 而后来嗅觉味觉 恢复的不好 你结果你还是有缺损 第三种是全部沦陷 然后造成重症 那至于说 后面会不会好 那我就不知道 因为只要进入了 所谓的加护病房插管以后 死亡率目前 他说高达五成 高达50% 对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因此呢 这个所谓巴基斯坦 阿杰汉大学的这个教授 麦南就说呢 他说正常7到14天 应该会飞舞 而且他也希望如此 他的英文叫 Let's hope so 他希望是这样 但是他当然有but 就说呢 但是你如果没打赢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好 但我们现在 现在全世界 即使 即使现在欧美的疫情 不是缓和 而是 他的确诊数的增加 没有这么的激烈了 那重点是说 在没有疫苗以前 那面对到这些的状况 怎么办 因为有的时候人 人身体只要一有点 一有点状况 每个人就疑神疑鬼 现在几乎每个人 身体一有点状况 就开始怀疑自己呢 是不是新冠肺炎 那每个人该如何去 如何去判断 自己的身体状况 刚刚讲的这种的 失去味觉 嗅觉 没有错啊 可能大部分人都会 在你的染疫的情况 如果解除了之后 那可能会消失 但是也有人不消失啊 那到底该如何 看待这些症状 这些的症状 到底从一个 可能的感染者当中来讲呢 该如何去理解 进广告 回头这期就跟 攀怀中聊 好 非得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大罗 星期二的时间 攀怀中的时间 长时间请攀怀中的 为大家准备呢 医学薰知 我们我们现在对于 对COVID-19 在临床上面 因为现在全球 已经两百多万case了 那从大陆开始 累积了八九万的case 所以临床的case 已经够多 那现在大概呢 有一些的临床 医疗的趋势 大概是确定的 比如说 如果被送进 加护病房 那还能够出得来的 大概只有50% 对 没错 对 这个就跟之前呢 在Boris Johnson 进去之后 大家很担心 觉得 他是不是进去 就不会出来 因为进去 加护病房 还能出得来的 大概50% 再来就是 如果你戴上呼吸器之后呢 还能够活下来的 大概不到25% 所以戴呼吸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sign 因为 因为几乎到目前为止 戴了呼吸器 还能够全身而退的 肺功能无损的 那更是少之又少 好 但你刚刚讲的 就是中枢神经的症状 因为 我们也看到一些 临床的case 就有些人觉得 好像 好像觉得病情不严重 可突然间 就大幅的恶化 对 好 那这种情况是在 在新冠肺炎的临床上面呢 也不断的被讨论 就说 这个病人看起来不严重啊 好像呢 在方舱隔离就可以了 可突然间就恶化了 那这种中枢神经的症状 显然每个人不太一样 有的人就是一直都轻症 但是也有突然间轻症了 就急转成重症的 那所谓的中枢神经的症状 有哪些 这就我刚刚讲到的 首先 它最轻微的中枢神经症状 就是嗅觉味觉丧失 OK 这个 这比较容易探断 这是最简单的 对 因为这不常出现了 对 所以现在目前是扩大筛检 原来 我跟你讲 原来 原来在早期 我们台湾 只有从大陆那边 就是因为我们台商过来 或者策略过来 得到的这个病 那时候 秀久味觉上次很少 可是后来从那个海归派 从欧盟回流 开始病很多 你知道吗 那后来张上纯 他们疫情指挥中心 就发现不对 就是说 以前发现这个很少 你知道吗 那后来发现很多 所以后来疫情指挥中心 觉得不行 他就要把嗅觉 味觉丧失 列入扩大筛检的范围 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对的 所以因此你会发现说 这个病毒的形态 也不太一样 因为早期从大陆过来 都是B type的virus 那欧美过来的 都是A type或C type 是的 所以显然看起来 我不知道老 这也是很有趣的东西 是不是B type的virus 他就比较不容易 攻进中枢神经 但是A type跟C type就会 所以你会看到 他嗅觉味觉上次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你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这不是我讲的 你也应该记得 张上纯开记者会说 他说奇怪 怎么最近比例这么高 所以他说 那我们现在要改 这个所谓的 这个检疫的标准 只要你 又嗅觉味觉上次 我立刻裁减 对了 因为刚刚拍完中 讲的ABC type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网络上面的 剑桥大学的 这个报告 那个这个报告 大概讲的还蛮清楚 但是我不管 我的意思就是说 简单讲 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那显然这个症状 就告诉你说 他这是中枢神经的症状 那另外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 就我刚刚讲的 比如说 你会不会有短暂的 所谓的这个 癫痫的发生 因为病毒感染到了 中枢神经 他就会有癫痫的现象 那另外你会不会有 严重的头痛 因为我们 非常严重的头痛 也是病毒攻进 中枢的现象 那另外还有 意识混乱 所以意识混乱的意思 就是你问他问题 他已经答非所问了 那这个也是中枢神经症状之一 所以因此呢 这个波士顿市贝斯以色列 女执事医学中心的 安德森教授 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他就说 这篇文章讲的非常重要 医学就要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像刚刚唐习荣讲 说看统计数字 他说因为你对的病人 是单独的是一对一的 你不是在看统计数字 你要救每一个病人 所以每一个病人 如果在医院里面 产生中枢神经现象的症状的时候 你要眼睛张大盯住他 因为他告诉你 你要应变了 你可能接下去了两天或三天内 他就会造成一个 严重的呼吸衰竭 甚至可能心脏的跳动 都会出现问题 因为盐水神经 是也控制心脏跳动 也控制呼吸 所以因此他说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 他说我们现在目前全世界 解剖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人里面 大家都很喜欢解剖肺脏 甚至开始有人解剖心脏跟肾脏 从来没有人去解剖脑袋 他说其实我们的这个解剖学家 因为这位安德森教授 除了是医生之外 他也是一个病理科的医生 那你知道病理科做解剖的吗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们有机会做解剖的时候 拜托不要把脑袋的这个细胞放掉 因为你要做解剖 因为你去了解病毒攻进 中枢神经的这个情况 会有利于我们对抗这个病毒 会救回更多的病人 他就觉得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 在大陆 记不记得当时大陆刚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欧美都掉以轻心 那其实大陆的这个解放军医院 曾经有解剖过好几个病人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有看到新闻 那当时第一例第二例解剖的时候呢 他们只是解剖肺脏心脏跟肾脏 那当时他们看到呢 病毒是攻进肺脏是带无一意 所以他看到非常多的病毒在肺脏 可是他在心脏跟肾脏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很多的病毒 这个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时我就在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曾经在媒体上有解释 当然我不像人家一起指挥中心 这么受到关注 但是当时那个解剖就看到 心脏跟肾脏 其实病毒的迹象并不高 但是有些微的发炎 可是为什么会突然间心脏出现问题 而导致病人死亡呢 而且为什么这么多的心脏病的病人 死亡率特别高呢 你记不记得有这个现象 高血压了心脏病的时候 可是又解剖又没有看到病毒感染心脏 确定嘛 对不对 解剖都看到没有嘛 那现在反而给另外一个答案 就是说他可能攻进中枢神经控制的 炎脑使得心脏跳动出现问题 这就变成一个可能性 很大的可能性 如果搭配病毒的 搭配那个病理解剖的时候 发现心脏其实没有被感染 反而肝脏 那时候肝脏看到发炎指数比较高 可是也没有看到很多病毒 原因是因为呢 可能是药物引起的肝脏发炎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使用的那种老药新用 很多对肝脏都很伤 没错 就是肝毒性是很强的 对你讲的真好 所以那当时他们的解剖看到的时候 就是肝脏发炎反应非常高 但是他发炎很严重 可是没有看到病毒 所以显然他的发炎不是因为病毒来的 他可能因为其他原因 那当时猜 就是是不是药物造成的 那个所谓的肾脏发炎 那心脏几乎没有什么发炎 也没有病毒 可是为什么会造成心脏停止跳动 或者心脏跳动不愧 造成人员死亡 当时不知道 然后我最后再讲一句话 可是后来 解剖更多病人的时候 他们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当时我们台湾媒体都没有报 现在报的很大 就是他们发现淋巴结跟脾胀 就好像被那个强盗过境摧毁一样 全部被扫空 那什么叫做淋巴结跟脾胀呢 就是T细胞存在的地方 就是淋巴球在的地方 所以当时在大陆解剖案例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就是说 新冠肺炎病毒会直接攻击淋巴球 造成淋巴球全部被扫光 包括在那个淋巴结跟脾胀的位置 他们发现就好像是那种 就是好像是什么 就瘟疫过后 什么都寸草不生的感觉 你知道吧 那结果当时都没人注意 就现在大家在那边讲说 哎呀这个什么新冠肺炎 跟什么艾滋病毒一样 会攻击免疫系统 那当时人家的报道都没人看 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的 我也讲过了 我特别在媒体也讲过 就是他们发现淋巴结脾胀 全部被攻陷 所以因此淋巴球的树木 可以当作病人存活的依据 你知道吗 这个待会我还可以再回答 好没有问题 你稍等一下 我要再进行广告 在我们线上的 台北市议员 阳明大学神经药理所的教授 潘怀中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来宾 现在基于保护 也避免 避免就是说电台的困扰 什么时候电话连线 刚怀中为大家准备的 新冠肺炎症状的 失去味觉跟嗅觉 这是个代表 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失去味觉跟嗅觉 表示你的脑部 可能受到了攻击 如果脑部受到了攻击的话 到底在你的身体当中 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异 因为新冠肺炎在临床上面 临床上面来讲 虽然你听到大量的声音 就抱怨呼吸器不够 然后肺部被攻击 可是第一个 带上呼吸器看起来 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帮助 因为带上呼吸器之后 然后再活过来的 其实比例不高 第二个就是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脑部 被攻击的关系 那有哪些属于脑部 被攻击之后的症状 有可能导致新冠肺炎的患者 他看起来本来病情不严重 突然间急转直下 那个急转直下 往往不在肺部 可能在脑部 进广告回头继续跟班冠中聊 非得不往非得早餐 我是展嘉龙 今天为大家提供的医学新知的 尤其有关于新冠肺炎的症状 当然就是让大家做参考 好 最后还两分钟的时间 怀中再来 对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 在大陆 他们那时候就讲说 你抽血测淋巴球的比例 因为我们人类的正常淋巴球比例 是20% 就占所有国军部队里面的20% 所以他说如果这个病人 他得到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他在7天到9天的这个时间 就第一个抽血测 7天到9天这个时候 他如果测到他的这个淋巴球的比例 还在20%以上的话 这个人肯定清症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淋巴球 没有被新冠肺炎病毒所攻陷 他的比例依然维持得非常好 那就表示他的战斗部队依然旺盛 所以你没有输 所以他也不可能攻进 所谓的中枢神经系统 他也不可能沦陷你的肺炎 但是如果你是低于20%的话呢 他说这个病人就可能会住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部队已经被击破了 他已经 那个淋巴细胞已经降低到20%以下 他说那接着就是再过来 就是就比如说再到第14天的时候 你再抽血测淋巴球 如果这时候淋巴球还能维持在5%以上的话 因为你刚刚是20%以下嘛 对不对 如果你低死还围住在5%以上的话呢 这个病人可以活着出院 但是如果在5%以下的话呢 这病人大概就会死亡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淋巴球部队几乎完全被扫光 所以因此在呼吁 我刚刚讲的就是在 大陆当时做解剖的案例里面 他们发现死亡病人里面的淋巴结跟脾胀 里面几乎是寸草不神 全部被攻陷 所以因此其实抽血测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可是我觉得 我们好像并没有集中在这一块 尤其是抽血测 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测抗体 测抗体也很重要 你比如说 假设你这个病人已经好了 你现在一直在测PCR 阳性阴性阳性阴性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测抗体 它抗体非常多非常强 这个病人就基本是抗腹的 如果它的抗体非常少非常弱 这个病人就不见得是抗腹 同时如果你再加上 所谓的淋巴球的比例来看的话 那就更能确定了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东西你不能单看一个参数 你要多看几个参数 要多看几个参数 也就是说你做PCR的测试OK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再加做抗体的检测 如果你再加做淋巴球比例的检测 全部都通通加在一起 那错误的几率就很低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是我们现在就一直集中在一项 这个我是觉得好像 有点是不是可以再扩大一点 因为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做抗体检测 你记不记得当时还有一次就说 那个白牌计刃车司机说 他是跟什么一个台商 那台商他根本都已经好了 他不是做了抗体检测吗 后来我们一起指挥中心不是说 他因为有抗体所以他已经有感染过 所以感染源一定是他 当然这个是不一定的 但是不管就说 那显然我们可以做抗体嘛 不是吗 是的 当然这些里面还有很多 对于这个病毒 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疫苗 没有药物 虽然大陆的疫苗的研究 现在已经到了临床二期了 那第一期看起来都过关了 现在在做二期检测 不过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商业大规模的生产还不知道 那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了解也很少 尤其呢不同的ABC的这个 这个背景的病毒株的反应呢 也不太一样 所以老话一句了 还是提醒大家呢 要小心 就在我们在和怀中的怀中连线的时候 那周末的时间 那我们的我们的这个 灯木舰队上面呢 出现了就是说呢 大量的这些 这些群聚感染 这个群聚感染 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效应啊 还有在观察 所以本周下一周 接下去的14天的时间 是大家的另外一波的警戒期 感谢怀中的线上呢 为大家呢 做做的医学新知的导读 感谢怀中 好谢谢 好下回再麻烦 来我们进广告 广告回头做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